我们在圣托里尼岛 你知道拍那个《强强行天下》的时候 遇到希腊当地的一位杨老师 一位神奇的嘉宾 我就记得当时呢 谈到了拖延症 这个杨老师是个研究 这个希腊哲学翻译和马史诗的 所以我想跟文道提一提他的观点 他说呀 拖延症 你看他一杆的直到底 他说拖延症是一种死亡恐惧的表现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他说你看这个人呢 他怕死 所以他是本能的 把每一个事情都往后拖 他有那么一个潜意识 哎呀晚一点晚一点 死也晚一点到来 这个话其实是弗洛伊德本人都说过的 他书里面就写过这个问题 他写过拖延症 是对死亡的推后吗 真的 对是有这个讲法 可是问题是 什么叫拖延症啊 就拖延症我们就是看的病症 觉得如果有人常吃到 我们就觉得这叫拖延症 但是这个这只是个真相 其实科学点讲你最多说这个人总是拖延 真正造成他拖延的理由 其实很多种的 比如说有的人是根本没有时间观念 有的人是怎么样呢 有的人是可能像你刚才讲的有强迫症带来的仪式感 使得他不完成一些仪式 他没有办法出门或者去干一件事 还有一些仪式感染 就是他 我形容一个词啊 就是要妥贴 你知道吗 就是今天心里啊 今天出门的时候 各方面的就要整好了 就像一块布啊 要运平了 不能有一点皱褶 妥贴这样出门 我反而觉得 对是 但换一个角度 同一个感觉 我是恐惧 就是 就最好就 出门这件事 再晚一点 再晚一点来 你就怕出门 就我 就是有的时候是分事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什么活动 其实或者要见一个人 其实我不是那么想去见他 或者我不是那么愿意去参加这个事 我肯定迟到 就是会 你会不太想出去 时到这个 其实你有个心理暗示 就是你不想去 你这个现象 待会儿我给你找共鸣啊 就文道刚才还没说完 除了这个呢 我觉得还有一种 就一开始你说年轻人来问这个问题 我遇到了很多年轻人 其实他那不是拖延症 他是什么 他是有时候 因为上瘾别的事情 导致他拖延很多工作上的事情 我发现很多时候是这样 比如说 有一些年轻人晚交功课 晚交作业 或者该做的工作没做好 你发现他干嘛了呢 他为什么会拖呢 是因为他在上某种瘾 比如说上某个游戏的瘾 或者在上一个网上社交的某种瘾 我真的见过很多这种年轻人 因为打游戏 以前我教书的时候就遇到过 我不知道你没遇过 就玩了个通宵 那功课不就晚交了吗 就什么东西都会拖延 拖延的理由是因为 他对别的事情更加投入 更加专注 我没有遇过 我本身就是这样子 真的 玩了个通宵 可是刚刚文涛说到拖延跟死亡 让我想到一个相关的事情 我看过一个最哀伤的小说 其实我没看那个小说 我看那个北京的作家 在北京的作家梓安 他在一本书的序里面 写过引用那个小说 这是死亡跟拖延 很哀伤的 他说一个欧洲的作家 大概的故事是说 一个人做生意的 离开家里 老婆小孩去另外一个地方做生意 他刚去那边 一开始第二天 第一天当然没有去谈生意 去寻欢作乐 昨晚就晚喝酒的 然后第二天收到他家里的女佣 过了两天收到家里女佣 写了一封信 他打开来看前面一页 说什么 哎呀很悲惨 你儿子掉进盒里死掉 他看到这里很难过了 他做什么 他把那个信收起来 放在抽屉 然后继续去寻欢作乐 继续晚 晚了三天 然后晚了三天之后 才再打开抽屉 把那封信再打开来 把它读完 后面写得更惨 那你老婆很难过 儿子死掉了 他也挑何死了 老婆都死了 然后这样那个男人都看完了 把那个悲剧都看完了 然后他自己在酒店房间 上吊自杀 那很哀伤的故事 那子安加了一个他阅读的注解 我觉得注解得很好 他是说生命说破了 其实还不是这样子 我们尽量把不好的消息压住 拖延 不要面对它 不管你是面对 不想面对你要出门要见的人 其实根本不想面对 或者说死亡 拖延把它拖 拖到最后拖不了了 才面对 生命的过程 就是一个拖延的过程 说得好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恐惧的也不一定是死亡 就你比如说像文道说的 你说的 我就想到这个小助理的苦恼 你看我现在用的都是李佳琪的语言 就是我们那个 比如说小助理 他苦恼的是 比如说我要让他做一个文案 他就和我说 文童老师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定要拖到最后一天呢 他说我简直 他说我就 我知道可以第一天做 但是你让我第三天教 我就想到最后哪天夜里 就拖到不能 11点59分给你 拖到不能拖了 才要做 他说这个我怎么都没办法 这里面有两件事 一件事呢 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啊 这个人实际上是一种 此在的动物 死案的动物 就咱就说的 就是当时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那么他有他喜欢做的事 比如说看剧啊 干嘛 那么他 他在这个当下 那个挑战 那个压力 毕竟还没到来 没到来呢 活在此时此刻的我呢 宁愿陶醉在我喜欢的事里 其实是掩耳盗铃 其实是鸵鸟政策 就没来没来 反正还没到 然后拖到最后 不得不做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 为什么那个他不做呢 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啊 就是有一些案例 表现出是自信心不强的表现 就是有些人呢 他实际上是惧怕压力 惧怕挑战 惧怕那个竞争 比如说演讲比赛要来了 哎呀 这个准备演讲稿啊 或者什么的 其实他是盼望 那当然是个折磨 是个考验 那个东西呢 就是 所以说对峙的方法 我也见过 对峙的方法就是说啊 你要藐视困难 就是其实就是提振你的自信 就是说 那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个小菜一点 但这个对有些人来说 就很难 因为他觉得哎呦 那么大的一个考验要到来了 其实你说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他这心理压力 他也会有本能的这种 有一种拖延心理 这个但这种拖延啊 其实他就是什么 其实说穿了还是恐惧 为什么呢 你沉醉在今天让我愉快 比如说你刚说那个故事 我继续循欢作乐 好像把这个坏消息往后压了一样 其实你还是恐惧 你是恐惧那个坏消息 而所有的恐惧 在刚才讲的 最原始的精神分析学派里面看来 都是死亡恐惧的扩散或者投射 我们对所有坏消息的 我不想面对的困难的那种 想拖他 想他晚一点来 其实都是跟对死亡的恐惧相关的 那么好了 有这个恐惧 那我当然要一些 我能够忘记这种恐惧的东西 所以我就对某些东西上瘾 有些人对网游上瘾 对什么东西上瘾 并不是因为真的很爱那个东西 而是因为他想忘记别的东西 制造了一种真空 就好像你其他的世界瞬间就不存在了 就不存在了 我觉得是不是也是一种 就是人 就是本能的 对于瞬间和永恒的那种矛盾 我就想起来 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我九岁的时候 有一天 我睡午觉醒来 在家里面 然后我还记得 我穿了个蓝色的毛衣 然后就坐在那里 就是很愣愣的 我就觉得 看着那个阳光 我觉得这一刻要过去的 就是这一天要过去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就有这种 这一刻肯定要过去的感觉 然后包括刚才说的 那种上瘾的感觉 其实就是你在那个事情里面 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消失了 你明明知道时间是不停的 像那个福士德一样 叫那个时间 等一等等一等 没有人会等你 一直在往前走 但是你就觉得 我有时候我也会追网剧 然后在那 我就觉得追网剧的那一刻 我可以什么也不想 然后吃土豆片 然后就傻傻的 或者你追偶像也是一样 就你觉得 你不用想任何其他事 这个事情 你的世界就像 你站在一个悬崖顶峰 其他都消失了一样的 你觉得那一刻 似乎你像是永恒了一样 其实你知道没有 所以这个其实 就是不叫拖延 有时候也是逃避 对 没错 对 没错 我就是想说 这个不叫拖延 这是逃避 那心理叫逃避 那个拖延是后来的结果而已 拖延只是表征 对 然后心理是逃避 不管是焦虑困难死亡 那重点在于说 我觉得不管是迟到 还是迟交功课 这个那个都难免 重点还是我刚说的 发生了之后 你怎么样来回应 是大爷或大摆呢 还是橘购 还是橘账道歉呢 我给你补充一个细节 然后你觉得说 他的这种 他的这种镇定感 这个 我给你补充一个细节 来 轮流 来 你先来 他有一次呢 他要给我的书写个序 我等了他九个月 然后呢 最后一天呢 人家要出版了 人家要下映场了 我给他打电话 我想说 艾文道谢谢你 其实不用了 然后他在那头 我听到了这个 死一般的寂静 他说 我写完了 镇定吧 然后他就发给我了 还是一人有发 有有 但是是这个 小军军恭喜啊 怎么还要发给你 所以你一直没有等到 我很高兴你今天 把这事讲出来 那所有我要对着镜头说 我手上现在还有好几个序 那么看了我这个节目 各位 你们就能够了解 这个我并不是故意拖你 你看九个月 你知道九个月 我孩子都生出来了 九个月 那孩子都生出来 但我序也写了 OK的 OK的 我告诉你 深长水远 后会有期 没错 青山长在绿水长流 我为什么要恭喜你呢 好 轮到我 OK 我以前当编辑 跟他约稿 当了无数的例子 最后一秒 过了几百秒 什么都发生 可是我碰过 很多脱稿欠稿的作家 只有唯一一个 脱了稿欠了稿了 还说谎 你知道吗 人道不可能说谎 那你听听我说吧 然后我们那个年代 没有电邮 只有什么传真 Facts 写完传真 然后等了等了 一直等 今天明天后天都解稿了 每一次打 找不到人 最后终于找到了 他说 闻到交稿了 交了 我Facts 我传真了 这样的话都敢说 他说真的吗 你这报社 也很多不同的 传真机的号码 还害我 真的吗 我还以为传过来 传错号码 找不到 结果发动 整个报社的 编辑师的一百个人 大家找一下 每一个传真机 找联闻道的稿子 结果没有 结果当然这是根本没写 没传 然后眼睁睁的说 他很诚恳 用他那种 我们知道闻到的声音 很好听 然后就说 辉哥 没收到吗 我传了 还午夜 还讲了夜宿 结果没有 但是据我对闻到的了解 他不可能撒谎 如果他撒谎 那就是他真信了 不知道该如何 他能成功的修行 他是修行人 你知道吗 那时候还没修行 他修行到了 二十多年前 还没这种 认为自己已经发了 修行是他被修理了吧 修理 对 我跟你讲 他的修行就是他的修理 我拖试过怎么样 拖 那时候在你之前 那时候在另一个报纸写稿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是传真 但是有时候那边 别急很紧张 说稿怎么样 我就说在路上 什么叫在路上 真的在路上 因为以前交稿 还是过送稿去的 我那时候呢 坐船到这个北角 那时候很多报社都在北角 那时候从鸿开到北角 有个渡轮 我真轮就在那个渡轮的下沉 是有小桌的 就在上面 一边看着还写完 然后上船说 再打电话来 刚刚有那种BB call 我给他发现 我说真的在路上 然后跟着到那边报馆 按门 你这什么受到的 文道给了个好理由 我跟你说 你们这个欠稿债欠文债的 这个理由不是撒谎 这个理由甚至你没写 都可以说在路上 因为什么呢 按照王阳明先生 知行合一的理论 叫行为什么知之什么 就是说知行 就是我在脑子里想的时候 行就已经开始了 我在告诉打复稿的时候 就可以说在路上 起码在脑回路上 王阳明这是圣贤 圣贤吗 在脑回路上吗 他是不是 按照你的逻辑 我发稿费也永远在路上 我想人家发给你 不过我跟你讲 我有个美德 我从来不吹稿费 我跟你说 但是人是全面的 我们要全面的看这个文道 今天是你的批判大会 不是往往就说那个拖延的时候 迟到的时候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人 他有另一种美德 就是这个叫什么呢 危难之际显身手 就是那个时候我住院了 我心脏闹毛病了 我记得他做主持那几天 我永生难忘啊 就文道是主动的 说文道这个节目怎么办呢 主动说那责任就是我担了 就责无旁贷啊 那个时候文道整整帮我顶了 两个星期 引起观众强烈的批评 这明明是要挨骂的事 坦白讲 你做主持的时候 跟多嘉宾的状态特别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你做主持嘛 而且我跟你讲 这必然是要挨骂的事 这肯定是 文涛是善良的人 你不知道后来你出院回来了 他都难过 其实是他难过 他居然活过来 以为从此 人员真数理 所以他永远比我道深 你知道 你在善良心 但是你说这个 一军你说 我就说他刚才说的 这个确实是面对这个事情 这种恐惧 积极的和消极的完全就是不一样 消极的我们都说了 就是你可以逃避他吗 积极的其实市面上大把书 不知道你怎样积极的对待这个事情 对不对 像那个是去年还是前年 不是有一个人写了一本 那个原则嘛 那个Principles 瑞达里欧嘛 他就是觉得 说实话我没有看完那本书 但是我看了很多 对那本书的概括 然后他就说 其实他认为所有的人 是都是机器嘛 你就把自己当作一个机器去运作 你不断地修正你自己 然后就是咱们不是说 五日行五身 是吧 要三 一行增子力 三行五身 义军要求自己严格 一天行五次 加两次 但是我觉得他那本书 写的也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每天你要不断地去检讨 其实你做的对不对 他不断地在修正 我觉得是你怎么能真正做到 把自己当成一个机器这样 其实他这个 你真的如果 他可能我觉得是个境界 你真的是能 有些人是能够达到那个境界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 日本的那个剑术大师 公本武 常态是武藏 武门武藏 对 他就说嘛 不管你处于哪种心理状态 只管挥剑砍杀 就是你完全把自己人的那种 小弱点 就是都泡到一边 你做事情的时候 就是心无旁骛 就是你该做的事情 我来忏悔一下 我为什么会这么恶名昭彰 对不对 你的事太多了 对 我想说一个 最重要我发现 我的根本问题在哪 其实不在我拖延 我试试 我猜一猜 你的根本问题在于 你不懂得拒绝别人 他太了解我 我就说你超载了吗 他太了解我 他就谁找他 他都答应 然后我每天只睡四五个钟头了 都已经就看不完 就我拖得那么厉害 就是真正的事做不完 所以他拖延又是一种情况 这所以很多元的 但是文道翻过来说 就是说 我因为什么病就找药 我听过一个外国心理学家的一个演讲 他讲 他说首先被拖延症所苦的人 你们先不要自卑 这个拖延症并不见得是不好的 因为你最终是要在实现之前完成的 你不能不完成 对吧 惩罚等着你 不是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拖着拖着 其实我是等那个事情自己自动消失 他会没有的 这也是一种中国人的视缓则源 有时候自己消失吧 但有时候等不完全是负面的 他就说很多天才型的人物 很多特别牛的设计出于拖延 他就是说 因为他研究了很多案例 他说很多时候 比如说尤其是创作型的工作 你就是想不好 你就是想不出来 就那种东西就使得你 有些比如说文人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这个开头怎么都想不好 想不好就逃避 可是你也不完全了解你的心理结构 你在逃避的时候 也许你内心的某一个部分 在艰苦的构思 他就是说 好多这个出人意料的点子 是拖到最后一刻 咱就讲的什么挨兵必胜 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是你看 很多时候 比如说这个 你像我这个主持人 有时候觉得想不好一个开始语 就去主持一个活动 想不好一个开始语 其实呢 你是把它抛开了 我不要想他 我不要想他 我干点别的事 我想逃避他逃避他 但是最后逃避不了上台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到最后那一刻了 那个紧张感来了 肾上腺素 那真叫一种扶植心灵 对吧 一下子就在你上台前一刻 其实啊 这个副稿 在你不知道的一个潜意识里 可能一直在打 已经琢磨不晓得多少回了 对 所以这位心理学家 他首先说你不要自卑 他说因为有一些拖延 实际上你心里是在等待 等待那个灵感 你之所以拖 往往有些完美强迫症的人 你不肯放过自己 你就拖拖拖 他说这个 但是实际上你拖的时候 你的心理仍然在运作 你看还有一种人就按部就班 对吧 上手就做 他有的时候呢 也许做的东西 就是就叫按部就班 往往他说很多这个 出人意料的灵感啊 是你把你自己给压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突然崩发 要压力来嘛 当然他是说 首先他是用这个安慰着你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是个毛病 哎呀 他说 你看他又生了口气 最后一发现自己是天才 虽然你一直这么想 我证明 人演讲还没演讲完呢 还没完 但是呢 但是呢 当然了 更多的也是不太合适 是吧 所以他就说你如何克服这个东西呢 前几天香港书展 我听一个作家 就是有听众就问他 说哎呀 我好想那个写小说 我想创作小说 我应该那个怎么开始的 但是广正话说 写了 早写了 现在就写了 你是真想写小说吗 你真想写小说 你怎么等了一年呢 他说你不要想 你可能写的是很烂的文字 没有关系啊 你这爱写 你就每天写日记也好啊 我觉得嘉辉还有文道 肯定有这个体验 你们大作家 肯定有这种写作的习惯 对 我听过很多真正的 就是作家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们真的是生而 生来可能就是做作家的 就是他真的有这个习惯 他说每天我写几个小时 我就每天能在同一个时间 坐下来 在同一个地方开始写 我觉得那是一种 真的是一种状态 我试过 其实我有在写书的时候 就是我是强迫我自己 每天早上几点钟 要到某一个图书馆的 某一张桌子 坐下来开始写 但就是那个出门那一刻 就是 哎呀 家里挺舒服的 冰箱里还有点吃的 不是在家里也可以写吗 就是你明明知道 你这些理由 自己都可以驳回 但每天要做这种天人交战 每天要想 然后但是你真的去了以后 然后就是我觉得 我最苦恼的就是在一个章节的 最开头的时候 当你其实什么也没有 面对一张白纸的时候 那个抓狂就是 恨不得周围出点什么事 你可以分散精力 或者去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但是当你可能写得七七八八的时候 那个是最愉快的 我会毫不斗争地就去了 然后你只要做修饰的时候 因为差不多东西在那里了 你不需要那么专注 那时候有一种愉悦感 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困难 就是那个专注力 是不是 那个专注力是特别的 那专注不仅是写作 做什么 主持 我们嘉宾 重点是你写什么类型 还有是长期写 当然纪律很重要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要有方法来应对那拖延 像我刚说了一堆他的坏话 要说回一句好话 他改变了 真难的 如何改变呢 我告诉你 表拿出来一下 他现在开始把表往前拨 我们对比一下我的表 他是一个表的代言 你知道吗 是吗 哎呦 你要换我当代言 没有啊 你们俩就差一分钟 没有 差十五分钟 这俩肯定商量好的 现在我就搞植入 无数嘉宾在我这 以各种理由搞植入 那那个 他那个 从此把他的表 往前拨十五分钟 他这是他的改变 对他来说 愿意走出一小步 是我们文化界的一大步 文化界的一大步 对对对 是文化史的一大步 对啊 所以有不同的方法吗 不是 我跟你讲 这还不是 而是我真的是觉得 不晓得过了几岁开始 我都忘了 我真的是有点变化 变化就第一 我有点能拒绝人了开始 第二就是什么呢 我开始对时间的感觉 有点像我小时候 我外公常跟我讲 外公很讨厌别人迟到 他把我养大 他口头禅是什么 他说找到 他说是河北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句 河北啊 找到三分光 晚到三分慌 绝对的 是吧 然后他有个习惯 这个习惯在我看来 简直是恶习 他怎么样 他约人家 比如说约了马嘉辉 吃饭 约12点 他自己提早到了20分钟 等到我们约了12点 他11点40分到 晚了5分钟你还没来 他走 他说我都等了你25分钟了 谁叫你找到20分钟呢 他常常这样 但是我最近几年 一两 尤其最近一两年 我发现我开始 有点这种情况 就比如说我办公室的那个钟 就我两个钟 一个是给自己看 一个是给客人看的 两个钟当然都是条快15分钟 所以每个来跟我聊天的人 都很紧张 原来已经快到 我是故意的 要节省时间 但因为我现在时间越来越抓得紧 我甚至开始体会瑞士人的美德 你们在瑞士 有没有这种经历 就是我见过一些 你看刚才拿着带着表的手 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做 然后就开始谈到瑞士 瑞士这个制表业 大师级都 对吧 没事开玩笑 瑞士 瑞士人约时间 我真见过有人这么约 他约你3点42分 对的 什么人啊 约3点42分 是这样子是不是 对不光在瑞士 其实我 就是我最近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是去芬兰的时候 他们也是非常准时 然后呢 我记得我那天早上 比如说凌晨就是飞机到的 然后我搭车去市里面 然后跟第一个人见面 他是要带我去一个学校 然后他前面都没有说什么 我感觉到他有点紧张 就在那里一直看表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说 哎 我们要吃 或者他就要走了 要走了 好 到那个学校门口 那学校上不是有个大钟吗 一般 蹦 八点钟 他说准了 刚好 就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的时间观念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他们好像就觉得说 如果我不准时到 是对别人的一种这个 不礼貌 好像我杀了你的生命 在谋杀你 有时候啊 不仅是不尊重 还很难看的 我有一个迟到的 非常难看的经验 好